宇杰,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 为别人点一盏灯,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 这我知道,这句话的英文就是 If you light a lamp for someone, it will also brighten your path 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 当我们在做好事,帮助别人的同时 自己心里面也会因此而感到开心 并从中获得成就感 没有错,而在社会上有许多人 在有余力之际投身社会公益 用实际的行动关心周遭的人事物 这当中当然也包含了我们国君的同仁 接下来节目中要介绍的吴有文士官长 就是默默付出行善 将正向能量散播到社会每个角落 以实际行动发挥爱民精神的最好例子 请一起收看 爱国我罪行 保卫国家 爱护人民 本来就是国君的职责与信念 而在台湾的最南端 空军第六混合联队 医务所后送组担任组长的吴有文士官长 正式秉持着这样的精神 化作更积极的行动 从他获取第一张EMT-1初级救护技术员的 紧急救护制造开始 便对紧急救护的领域 有着一股特殊的执着 持续钻研 陆续考取国内外相关征兆 其间更利用工作之余 发挥所学 展开了他充满爱与回馈的神秘之旅 投入地区消防队救护制工的行列 十多年后 由于优异的表现与胡思的奉献 更在去年获得了全国好人好事代表的殊荣 而吴有文士官长 如何将这一股暖流 从国军部队蔓延至民间 就让我们一起走入他的世界 当初想要加入国军 一来是在民国九十一年的时候 我是义务一役 原本是原本要义务一役 但是因为想到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那当时我就参加了空军指质师官班的一个报考 最早的时候的专长是通知店 那后来我转换了跑道 到了空军的消防 在空军官校任消防士 那在民国九十七年的时候 考取了第一张ENT的证书 初级救务技术员 也就是ENT1 那当时考了T1之后 有约三到四年的时间 就是一般部队的勤务一样 那段期间其实有在想说 休假的期间 其实我还可不可以再做点什么 让自己可以有回馈社会 因为社会其实是还蛮需要我们这样子一个有量能的一个证兆别的人进入到这个社会去协助 后来就辗转也认识到了一些大哥大姐 然后他们说有一些志工的行程 后来我就去找了消防队的凤凰志工 这是救护一销的前身 然后就进入了救护一销的这个体系 那凤凰志工是在一百年的时候参加 那参加了之后后来发现 紧急救护这一项是对我来讲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那也辗转让我起心动念想要继续在紧急救护的这一条路上持续的精进然后往下走 所以也把握机会多考取了相当多的紧急救护的证书 然后后续就是在军职这边的部分的话 在航技学院空军航空技術学院这边有开医务所医务室的征选 那也在那个时候我就报了征选 然后当时的长官看到我T1 但是我除了T1以外还有其他十来张紧急救护相关的一些证书 他觉得好像还不错 后来我就进了空军军医的这个大家庭 来为空军军医服务 要取得高级救护技术员的资格 必须经过长达九个月的训练 同时还要经过中央卫生主管机关 所委托的专业团体考试通过之后 才能取得EMTP的证照 而取得证照的学员也会在训练期间 取得高级心脏救命术 急诊外伤训练课程 高级小额救命术等三项专业证照 每一个拥有高级救护技术员资格的人就像一位天使 可以透过新的技术新的观念 在人们身体受到创伤时的第一时间 及时得到救援 在时间上面的分配的话 其实军人休假有的时候可以预休 我们预排的休假大概在什么样的期程 然后我会利用预排的时间去算出说 比如说这时间点孩子们家里面的家人 有什么样的行程 然后我们会去跑 那另外一部分的话的规划就会变成是在紧急救护 在外面志工的行程 无论是一般学校的帮忙教课 国中的教课 或者是大学的一些授课 又或者是像凤凰志工的一个邪情的勤务 它其实都是很一段一段式的 我们利用时间去把它补起来 其实一个人一天有24个小时的时间 扣掉睡觉的时间 其实蛮多 还有零碎的时间在我们可以多加利用 其实这些志工行程里面 其实我会发现 施笔寿更有 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的感觉 它带给我的东西就超过我所想象 我认识学长 他是在航院的时候 我102年调去那边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的证照等级比他还高 他才T1而已 但是他用非常短的时间 去拿中级教课技术员 然后又拿高级教课技术员 他对于他自己精进非常的 这样讲好了 他应该 他甚至会利用休假 应该陪家人的时间 他会牺牲自己的休假 去做相关的志工 然后还有做上课 甚至他很愿意花自己的钱 去学所有的东西 那他在非常短的时间 已经把他所有技术都已经超越我 所以我对这学长非常地佩服 我觉得他其实很有心 因为说真的我们医务所的工作 很繁杂这样子 勤务很多 一个人的值班可能一个月都要实体班 但其实休假之间不多 因为平常不值班之旅 还要做一些业务这样子 还是都有一些压力这样子 那他除了就是做来的好 他本身的工作可以做的很完美以外 那他其实有余力在参与这个救护 一志工的工作 其实我很佩服这样子 平常我们休假的时候 有时候会一起出去玩 那有时候他开车开开 假设就是开车开开 发现路边突然有人车祸受伤了 他会立刻就把车子停在路边 停在路边之后 他就冲上去去关心那个人 去看看他有没有任何问题 去救人家 我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已经在那个人的旁边了 这是我印象最深刻 而且不是只有一次 常常他都会这个样子 就是凭着这股热血 吴有文师馆长默默地付出了十几年 这里是他服务四年多的高雄市消防局凤山分队 也是全台湾消防任务量第二大的分队 从接到电话的那一刻起 只要吴时馆长在场 他便会化身为全队同仁最有战力的助手 结往事故现场 给予民众最温暖的协助 现在我们来听听队员怎么说 不管是平时的状况 或者是突发的事情 他总是能从容地应对 然后因为我们本身旧物量在富山 在高雄是救量是相当大的 是在高雄是排行榜第一名 民进阅救护高达七百多件 那有他的加入 让我们救护的时候能更加顺利 因为每次救护的时候有时量太多 或是患者状况很复杂 由他来协寝 会显得更冲容更加容易 到达现场之后 是一个车祸的现场 那车祸其实是一个 在大树往火光山的路上 有一个阿嬷 在他们家自己家门孔 被一辆倒车的交车 从倒车的时候撞倒之后 流程持续往下走之后 一开始还有无息 但其实没多久 就在在上车之前的时候 阿嬷就突然间就是意识改变 接下来就Oka Oka就是到院前 行为我们提示什么 这时候当然就开始CPR 那一场CPR从确认开始 意识改变我们确认没有PASS 开始CPR到送到厂根去 大概CPR时间将近四十几分钟 是到五十几分钟 那按到了医院之后 我整个人其实结束的那一刻 真的是虚度地坐在椅子上 那那件事情一直在我 其实动那一阵脑 所以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教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人曾说真正幸福的人 是那些已经开始寻找 并知道如何服务别人的人 国君不仅站在第一线 巩固国防安全 在灾害发生时给予百姓救助 更用行动来实践服务他人 这样不计回馈的爱就是守护人民 安全福祉的坚实依靠 当年的我是因为公差被派去 受了一张EMT1的证书 但后来我发现 这张EMT1的证书 并不是只有公差这么简单 我的家人也可以受到保护 所以我才会持续地精进我的教学 持续精进我的证招 我的能量 持续精进我的实务经验 更多东西带回到军中 也让外面知道的医生 护理师们在想的东西 院内的流程 还有业界的一些部分 带回到军中 让更多的兄弟姐妹们知道 让这个大家庭的人知道 怎么精进自己 让自己的量能更好 那平常的时候 当然他就可以保护到 他自己周到的 昏病弟兄姐 那回到家里面 他就是家里面最好的资助 也是最安全的资助 因为他会这些资助 他有这些能量 政府为了推广 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等八德教育 希望藉由表彰社会各阶层 各角落 自发性投入社会服务 展现人性光辉的善心人士 与高贵情操 其实社会整体都能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当好人 所以协会每年都会办理一次 盛大的全国好人好事代表表扬大会 而他们的善行事迹 对改善社会风气 增进社会祥和有很大的贡献 无视馆长能够身穿军服 站上这个讲台授奖 可以说是军人展现 无私大爱的最佳表现 这边很感谢可以得到一百一十二年 好人好事代表的这个奖项 在这段期间非常感谢 其实是我们家人的就是 太太也有一个小孩 我还是会利用闲暇时间去切好 怎么去分配 然后去面对帮我的家人 但是如果没有他们 在后面支持着我 去做这一个部分 比如说常说言教跟圣教 我觉得志工形成是圣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像我的儿子 两个儿子都有去 我都有带他们去参加过志工形成 然后其中一个很特别的 叫做一睡家庭的部分 带这两个孩子去参加 后来他们也在从中 得到了相当多的启发 我也很感谢我老婆 一直以来的付出 就是在后面蒙蒙之城 而且军人本来就很不容易回家 我有那么多志工形成的时候 很感谢他 他讲一个就是 很感谢的话 就像在大儿子出生的那一年 我人正好在进门 然后因为还来不及回家 他的预产期可能是下个礼拜一 结果他就在礼拜四的时候 就突然间就急着就去生产 然后那时候我人还在进门 然后我在早上才去开枪房 开担房 出来的时候才接到电话 他讲说他已经在医院了 我说你怎么在医院了 他还跟我说 他是自己骑摩托车去生大儿子 非常感谢他 后来 这十几年的行程 我就默默的做 志工的行程 也很感谢就是评委们 这个 那个 可以看得到我 然后让我先得到高雄的好人好事 进而把我又往上推陈到全国好人好事 那全国好人好事的部分的话 今年听说是一百三十几个人参选 到最后选出的是 我们这些歌线是不同的 还有好事的代表 那我是代表军方的部分 那也很感谢他们 可以看得到就是 我们持续有在里面的付出 我是想到 就一个人应该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借此不失去穿着军服应有的责任 与荣誉 很多时候我们去协助的商患 他是一个人 但其实他不仅仅是一个人 他后面可能是等于一整个家庭 我们协助一整个家庭的重生 面对每次个案 不能保证每次都能成功 只求尽力而为 吴永文士官长发挥自身最大的能量 来刻画属于他的军旅人生 电视机前面的您有什么想法吗 我们可能无法向士官长 有面对生死的从容 但可以效仿他 对自身信念的坚持态度 勿以善小而不为 就像士官长说的 只有一个人可能是救一个家庭 而国家正是由无数个家庭所组成的 身为国君的我们 在努力战训本务时 适时为他人付出 对国家也是一份正能量 且让温暖的力量在你我之中持续蔓延 也让社会对国君充满信任与肯定 请记得随时把爱与温暖传递出去 让自己发光 温暖周遭的人 我们要手牵着手 共同创造未来生活 别到手上你都在我左右 告诉我要加油 说好从此以后 要成为彼此的感动 那天为风筝吹过 那些梦划过 我们炽热的胸口 看完吴友文士官长的试迹后 希望大家也能纷纷玩起衣袖 一起投身社会公益 将爱给传递出去 俗话说 使比寿更有福 It'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有时候一个善心的举动 却可以感染到很多人 看似不断付出 其实自己收获的反而更多